各位觀眾 晚安 歡迎收看十一月二十五號 星期六的中式新聞 全球報導 從新運開始帶大家來看到 在雲林有一名駕駛 疑似謊神開車 撞進了路旁的面殿 拖腕瓢盆 全都散落一地 整面牆壁大位移 彷彿遭受了炸彈攻擊 而幸運的是 事發前一分鐘 這個老闆出門接女兒外出 不然恐怕小命不保 另外在桃園台七線 則是有一輛千萬保時捷跑車 疑似車輪打滑喷飛自撞山壁 車頭嚴重毀損 而駕駛奇蹟似的只受情賞 白色轎車高速暴衝 直直撞進面殿 拖腕瓢盆瞬間東倒西歪 甚至整個牆面都被撞垮 換個角度看 轎車原本執行 卻突然往右偏移 猛力從中面殿 驚嚇目擊民眾 說要在雲林水林 店面就像被炮彈狂轟亂炸 肇事駕駛疑似開車恍神釀貨 像有一分鐘前 老闆才剛外出 店內也沒客人 否則大火小命不保 而同樣亂衝亂撞的還有他 大園台七線15.9公里處 藍色保時捷標速撞山壁 瞬間迴旋翻滾 揚起大量塵土 造成車頭嚴重回損 警方出不了解 一次跑車輪胎打滑 導致事故發生 索性駕駛逃過一劫 僅使手臂操作傷 不過新北林口這名女騎士 就沒能這麼幸運 對象機車執行經過路口時 右方突然衝出一輛黑色轎車 完全沒減速 藍腰重撞上去 女騎士當場噴飛 空中翻滾一圈 接著重重摔落地面 這回疑似又是事件死角惹禍 雙方也都沒有注意來車 詳心灶澤 還有在警方釐清 但接下來這起車禍 該算人禍還是天災 轎車十字路口準備左轉 沒有停登里讓 自行車似乎也沒有發現 兩車猛力正面對撞 連後輪都騰空彈跳 高雄湖內區轎車高速衝撞 約一時間在下午四點多 疑似逆光太刺眼 導致事故 車頭撞到幾乎全毀 兩名駕駛一度受困 衛生所九名醫護全跑出來幫忙 還好人送醫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 在台南的白河 昨天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對七巡夫婦開車的時候 疑似聊天分心 造成駕駛轉彎時 不勝自撞了電線桿 七十三歲的駕駛重傷 送醫不治 而妻子大腿骨折 妻子表示先生疑似慢性病發作 才會失控釀貨 另外在嘉義的鹿草 有兩輛自小客車疑似車速過快 在路口互撞 自小客車噴飛填中央 三個人所幸只受情傷 19接獲通報救護車遞達現場 一名男子躺在路邊 有人幫忙CPR 一名婦人坐在椅子上 神情慌張無助 夫妻兩人開著鄉行車 外出到白河 途中發生致狀意外 七十三歲男駕駛 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後宣告不治 而妻子大腿骨折 兩人疑似在車上聊天 先生分心轉彎時 失控致狀電感 但太太也表示 先生疑似慢性病發作 身體不適釀車禍 造成一死一傷 而嘉義鹿草 二十四號發生兩輛自小客 在產業道路路口發生互撞 其中一輛黑色自小客 疑似撞擊力大 失控噴飛填中央 另外一輛自小客 車頭全爛輪胎爆胎 一共三人受傷聳疑 由於產業道路沒有交通耗制 不排除是車速過快 或是沒有禮讓執行車 目前警方排除酒駕 而造勢原因 還要釐清 至於台南嘉義 最後報導 屏東內埔工業區附近的道路 有民眾發現一輛吉普車 歸宿行駛還搖搖晃晃 靠近一看 竟然是有一名幼童 坐在爸爸的腿上 手握方向盤在開車 而媽媽則是坐在旁邊滑手機 民眾覺得這個事發 如果發生緊急狀況的話 小朋友是非常的危險 警方表示 幼童沒有坐在安全座椅 最終可以罰三千 交流道附近大馬路 一輛灰色吉普車歸宿行駛 還沿路搖搖晃晃 民眾超車一看 竟然是名幼童 手握方向盤開車 這是在開玩笑嗎 仔細看 副駕駛座的媽媽低頭滑手機 駕駛座的爸爸手環包幼童 幼童則是坐在大腿上 手握方向盤開車 幼童沒坐安全座椅 最嚴重的超危險 如果萬一小朋友他怎麼樣 然後讓駕駛人他可能誤踩油門 造成之後可能就是沒辦法挽救的 一個事情 通常是危險 如果緊急狀況那怎麼辦 那做爸爸不合格 幼童開車發生在屏東縣內埔工業區 附近道路 幼童沒坐安全座椅 而是坐在爸爸大腿上 已經明顯違規 幼童沒坐安全座椅最重罰三千元 只是家長為的方便把幼童抱在腿上開車 根本是拿孩子的命在開玩笑 在雲林的二輪 有一名富人在產業道路遛狗 卻遭到一隻帶項圈的狗攻擊 整整還拖行五公尺狂咬 這路過的民眾都嚇得不敢靠近 最後有一個人協助他脫困 富人跟愛犬都受到嚴重創傷 事發過了一週 愛犬還在住院 富人手腳嚴重撕裂傷 也暫時無法工作 半夜還會驚醒睡不好 防疫所研判 這隻肇事的猛犬帶項圈 就是友人飼養 會持續尋找肇事犬的氏族 富人躺在單架上 整個人虛弱無力 雙手滿是鮮血和撕裂傷 竟是被狗咬的 手腳包扎成一大包 連手臂也都被咬 這隻黑色柴犬是富人羊的狗小孩 原本開心的跑跳 而如今躺在地上 雙腳都是血痕 戴著頭套一動也不動 事發在雲林 富人帶柴犬去散步 一隻黃狗跟在後面 兩隻狗突然吵起來 接著富人把柴犬抱起來 黃狗突然一陣撕咬 富人重心不穩倒地 黃狗不死心 將富人和柴犬鋪咬拖行五公尺 防疫所人員如今已圍捕黃狗 不讓牠在外繼續流浪 既有領圈 那麼經過研判的話 應該是屬於有人續養的這個犬吃 有人鵌養卻無人出面認領 律師說咬傷人和狗 四主恐涉及過失傷害罪 富人遛狗 卻被其他狗拖行狂躍 夜魅心驚 睡不好覺 連工作都大受影響 在桃園大谷山福安宮前二十五號的凌晨兩點多有一群改裝車齊聚一堂在廟門口燒胎炫祭 在柏油路上面留下了大片的痕跡而鎮耳玉龍的引擎聲更是讓路過的民眾忍不住開槍 兩輛改裝機車深夜停在廟門前喉嚨嚨作響 鎮耳玉龍的聲音讓一旁路人實在受不了 大喊閉嘴後兩輛改裝車油門催落去 炫機繞行後揚長而去帶起大片塵兔 二十五號凌晨兩點三十番左右 有大批改裝車騎去桃園大谷山福安宮前 燒胎炫機在地上留下大批痕跡 讓廟方人員實在無奈 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 這時候不太久了 這時候不太久了 實際回到現場 人可以看到地上頒捕痕跡 停車場一塊一塊駁油路 更被磨到凹凸不平 由於停車場有不少遊客會來賞夜景 廟方呼籲飆車族 還給眾人一個親近的環境 而警方也根據監視器畫面 詢洩追人 年輕人血氣方剛想要飆車炫技 但也要選對時間地點 以免造成他人困擾 記者 陶原採訪報導 有一名懷孕三十五週的黃姓孕婦 在十六號中午跟親友前往連鎖 泰式餐廳用餐之後 疑似是面裡的半熟蛋有問題 當晚總共有九人腸胃到不適 孕婦更住院六天就怕造成早產 陶原市衛生局在二十號前往稽查 懷疑是食物中毒案件 機材人員手拿一大包調味骨的藏心蛋 準備帶回去化驗 因為經傳有民眾到知名泰式麵食餐廳 大袋美食吃完卻直接住進醫院 懷孕的黃小姐上吐下瀉 住院六天十一月十六號中午 他們一行四人前往桃園這間連鎖餐廳吃飯 其中三人使用半熟蛋後 當天晚上開始上吐下瀉 全身酸痛無力還發起高燒 十七號掛急診住院 黃小姐懷孕三十五週 隨時都有早產風險 更在醫院觀察六天 情況才逐漸好轉 事後向店家反映 卻只得到店家會把蛋煮熟一點的回應 讓當事人氣炸 而衛生局介入調查 截至目前為止 共有九人使用蛋品後出現腸胃症狀 二十號到店內進行積查 帶回相關食材進一步檢驗 店家則表示第一時間啟動內部查核機制 當日配合衛生局進行店內環境檢查 也在該名孕婦住院期間持續關懷情況 雙方雜慎和解 但哪個食材讓人吃了上吐下瀉 恐怕還有待化驗釐清 才能知道哪個環節出問題 記者劉展規宣桃園採訪報導 新北市有一名無姓男子聲稱在路上看到的女子 長相驚為天人 想要認識他 居然尾隨到對方的租屋處 連續三天埋伏在頂樓偷偷觀察 而這一天是趁女子凌晨回家時 還差一點性侵得逞 鄰居聽到也全都嚇壞 連夜將大樓壞掉的鐵門修好 民眾三更半夜 聽到有人求救 交集報警 園檢活塑趕抵現場 嫌犯闖入單身女子家大碗躲貓貓 警方爬上梯子找人果不其然 男子頭戴安全帽 天還沒亮躲別人家屋頂 當場遭帶 這名無姓男子功稱 路上看到這名女子容貌驚為天人 想認識他 尾隨來到對方新莊租屋處 連續三天埋伏頂樓觀察 這天趁女生凌晨四點多返家 衝了出來將人強拉到曬衣間 鎖門後企圖性侵 女生不停反抗還遭毆打勒警 全身傷痕累累大聲呼救 恰好有一名男房仲聽到尖叫聲報警 才躲過一場驚魂 鄰居聽聞也嚇壞連忙將大樓鐵門修好 從事貨運業二郎 最終依侵入住宅強制信教未遂 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頂樓門戶不能不注意 新北泰山這戶民眾早上也聽到 家中樓上傳出怪聲音 男子穿著拖鞋羽絨外套 闖進別人頂樓夾蓋客廳 捏手捏腳開始大肆搜刮 錢包家中物品全遭窃 物主衝上去抓人 嫌犯還躲在頂樓旁 瞎秒轉頭就跑 警方還在追 住家頂樓是否存在治安死角 民眾可得好好留心 記者 在花蓮某間汽車旅館 日前有客人因為停車問題 和業者爆發糾紛 事後在網路上疑似留下負評 被告上法院 最後不起訴 但是客人跟朋友相當不滿 竟然自稱是降頭師 恐嚇旅館交付一百五十萬元的賠償金 否則就要對他們下降頭 讓老闆跟員工都不得安寧 大喇喇走進旅館 兩名男子直接威脅業者 討一百五十萬元的賠償金 等鈔票得手後 員警立刻張開行動 傳統警方要之逮捕 兩名男子不只多次闖進旅館 恐嚇討錢 甚至狂打電話 騷擾櫃檯 威脅要對業者下降頭 打電話來鬼話連篇 想讓業者心生畏懼 消防在花蓮某汽車旅館 理性男子跟友人入住後 因汽車亂停被旅館移開 爆發糾紛 之後業者懷疑對方 在網路上留下惡意負評 告上法院 沒想到最後不起訴 對方反而揚言要告旅館誤告 裝生弄鬼 呆說知道老闆有三名小孩 而這些個資根本不是通靈取得 而是在網路就能找到 業者跟警方設下圈套 等兩人真的上門拿錢 一舉望中作憋 獅子大開口索討賠償金 最後提到鐵板 這回就看降頭是表演 如何能夠躲過法律制裁 有民眾檢舉交通違規 台南警方公布檢舉的案件數 其中唯一規定打燈 多達了七千四百五十九件 重災區就在西門圓環和東門圓環 民眾騎車開車最容易忽略 轉彎和變換車道要打燈 只要一被檢舉就開罰一千兩百元 前方騎士右轉遭檢舉 畫面放大看原來是轉彎沒打燈 另外這輛休旅車左轉也沒打燈 在台南騎車開車忘記打方向燈 檢舉件數超驚人 警方統計檢舉案件高達七千五百四十九件 其中轉彎未打燈有三千一百六十九件 在西門路最多變換車道沒打燈 達四千兩百九十件 其中以中華西路二段最多 不會打喔 因為就轉彎就還是會打方向燈 只要有轉彎就一定要打方向燈 檢舉熱點有兩大圓環 西門圓環不管進出還是轉向都要打燈 但東門圓環進入不用打燈 使出和變換車道要打燈 讓民眾無煞煞忽略打燈被檢舉 前人走斑馬線過馬路 一名小黃萬獎抱怨明明禮讓了 但還是收到罰單 一名女子站在路邊似乎想過又不敢過 小黃萬獎開車執行遭警方開罰 網友回應明明有讓是行人沒過 行人最大讓他先過就對了 這回駕駛苦笑收罰單 惨痛經驗肯定讓駕駛上了一課 一名爸爸騎車載兒子 結果一個動作出事了 就台中這名爸爸 在這讀國中剛放學的兒子要回家 兒子是一路啃冰棒 途中爸爸為了閃路人緊急下車 沒想到兒子手裡的冰棒棍 因此直接插進了咽喉 當場流血出現一公分的破洞潰傷 痛到連飯都吃不下 趕緊就醫 而過去也有人邊騎單車邊吃鹹酥雞 結果竹籤瞬間穿進手掌相當驚悚 機車雙載邊騎車邊吃東西 乘風享受美味怕就怕這種情形 一個緊急煞車出事了 台中有國中生坐爸爸機車 同時啃著冰棒 結果爸爸為了閃路人 突然減速奏停 兒子手裡的冰棒棍 當場插進喉嚨裡 流血還破了一公分的大洞潰傷 痛到連晚餐都無法吞咽 就醫求助 除了冰棒和棒棒糖 馬鼠以及飯糰高粘性的食物 或是堅果類硬物 騎車最好都不要吃 不然遇到緊急煞車 可不是戳到喉嚨受傷這麼簡單 還可能嗆到吸入性肺炎 甚至窒息 過去有國中生則是邊騎腳踏車邊吃鹹酥雞 也是緊急煞車 結果長十公分的竹籤 硬是插進了他的右掌心 實在有夠驚險 騎車吃東西萬如拿命 開玩笑 記者盧俊傑往上台中 菜坊報導 不吃大魚大肉吃素可以減肥嗎 就有營養師分析 其實素食有很多加工食品 一個小小的素食加工品 竟然熱量可能跟一碗飯一樣多 另外醫師也提醒素食常加很多的醬料 高油 高糖 高鹽 鈉甲離子也比較高 當心心血管疾病 專家建議多吃原型蛋白質 免得想吃素 減肥卻是越減越肥 大把大把蔬菜是素食者的主食之一 許多人吃素食來養生健重 卻沒想到有可能越吃越肥 素食菜色中常出現的料理麵輪 一百克竟然就有五百八十二大卡 麵輪它經過油炸之後才能長期保存 所以它的問題是油 大概四顆麵輪就等於一碗飯 熱量會比較高 其他素食熱量也不低 排名第二的是素肉鬆457卡 第三名素魚排338卡 黑胡椒素排也有274卡 醫師提醒素食加工品口感比較差 會加很多醬 糖分 鹽分比較高 不僅對減重沒幫助 還可能導致疾病發生 電解質的問題 甲離子比較高 對於一些所謂的腎臟病 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人特別小心 另外素食者常有蛋白質 攝取不足的問題 營養師提醒 一不小心 基礎代謝率就會變低 反而讓出易胖體質 建議大家能夠吃 比較圓形的蛋白質來源 譬如說黃豆 毛豆 黑豆 這雙種豆類 像毛豆做料理其實非常簡單 豆包是屬於簡單的加工豆製品 所以這也是比較安全的 11月25號是國際素食日 有營養師建議 一般民眾可以採取 彈性素食 少吃肉 多吃植物性食物 蛋白質及原型食物 聰明吃素才能瘦得健康 記者蒙志文 曹文林 台北報導 臺北大巨蛋將迎來第一場國際賽事 雅井賽在下個月開打 今天下午兩點開放售票 想不到一分鐘就銷售一空 連內野的輪椅席都賣完了 而且這場比賽將在十二月三號 由中華隊隊上南韓 而只有一萬三千個內野座位區 上次測試賽的時候 鎖票還發生黃牛搶票 今天首戰門票開賣 又一樣是秒殺玩獸 台北市體育局表示 已經跟遠雄巨蛋公司討論 要加開觀眾席次 最快下週一公佈 第二波的售票資訊 不少人餐餐都要吃飽飽 尤其特愛高油高鹽高熱量食物 但要小心越吃越笨 這營養師就公佈五大行為 容易讓頭腦遲鈍 除了飲食之外 像是熬夜低頭滑手機 都可能讓頭腦變得遲鈍 另外外食族愛吃便當 大量的澱粉 也會導致糖尿病的機率大增 四大飲食危險榜單 還有哪些地雷 一起帶你來看 山珍海味吃到飽 不少人非得吃到肚皮快撐爆 才肯罷休 還有泡麵高油高鹽 和高熱量的薯條漢堡 長期飲食壞習慣 不只身材會走樣 小心腦袋也變笨 吃太飽容易導致腦動脈硬化 大腦衰退 除了吃的人際互動也有關 明明朋友們聊得正嗨 但就是不想搭理 躲進自己的陰暗小角落 大腦與文區思維能力少了刺激 難怪頭腦頓頓 容易變笨的五大錯誤行為 包括飲食人際互動 另外睡眠不足 會導致大腦記憶力下降 低頭足也要注意 因為姿勢不良導致頸椎的疼痛 會影響我們血液的循環 記憶力跟反應力都有不好的影響 外食族餐餐便當 高油高鹽高澱粉 容易導致血糖飆升 專家更列出了四大危險榜單 像是燒餅油條 炒飯炒麵 蛋糕手搖引 若宵夜場再來個鹽酥雞 高危險菜單導致血糖飆升 成為糖尿病的前奏曲 放任嘴巴亂吃 健康總有一天會反撲 記者楊勝武 彭馨 台中報導 古裝劇中經常會看到 出現滴血認清的劇情 尤其是在宮廷劇中 常常可以看到 這是從明朝流傳下來的作法 但是專家說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因為血滴滴到水中 細胞就會破裂 所以不管什麼樣的血型 都可以相容 甚至加熱之後 小貓小狗的血也都可以相容 古裝劇中皇帝滴血驗清 確定皇子是自己的親兒子 這套檢驗方法 從明朝廣為流傳 但其實毫無科學依據 把血滴進水中 相同血型溶得比較快 不同血型比較慢 也就是說 不管什麼血型 最後都能相容 甚至只要稍微加熱 小貓小狗血液也可以 還有另一種說法 A型跟B型最容易相容 如果用滴血驗清 似乎找到的是別人的爸爸 壓力不同 血液只要滴到水中 就會相容 除了滴血驗清 在宋朝還有所謂的滴骨法 挖出長敗骨頭滴血 但失誤率高又太驚悚 所以沒有流傳 因為骨質常常疏鬆 這個把血滴在這種骨頭上面 基本上都會被吸進去的 不管是滴血還是滴骨 通通沒有科學根據 但古裝劇中 幾乎都會有滴血潮段 增加戲劇張力 民眾看看就好 可憑性為真 記得洪夫人王舒宏高雄報導 總統選戰藍白決裂後 侯友宜跟趙少康搭檔 人氣逆勢上漲 兩人登記參選之後 首場合體輔選 四千位的支持者湧入會場 熱騎搖騎吶喊 但是民進黨質疑趙少康 沒有辭掉中廣懂作 趙少康是火力全開的 開嗆怒轟民進黨 沒道德又不要臉 說賴清德真的是怕侯康佩 2024總統戰確立三家都 侯友宜跟趙少康 在桃園首度合體輔選 現場湧入超過四千人 下午兩人分進合集 一南一北分工顧票倉 侯康怒轟 票投民進黨兩岸 恐怕引爆戰爭 民進黨執政八年 藍軍轟貪污畢案層出不窮 侯友宜左打賴清德 又轟柯文哲根本不敢查 趙少康暫停所有節目 向中廣請假投入選戰 卻被賴清德嗆是正媒雙七 管理法沒有規定我要請假 我已經超越法律了 開什麼玩笑 民進黨政府的經費都補助給誰 都補助給綠營 都補助給綠色媒體 這根本是正媒串通 正媒勾結 選戰倒數不到兩個月 侯康雙引擎向前衝 一天當兩天用 火力全開批賴打磕 要力拚震腦輪替 藍白正式分手之後 最新的民調出爐 侯康佩以百分之三十二點五的支持度 緊追在賴消佩之後 只差了百分之二點三 反觀柯銀佩變成吊車尾 為了團結一致達成政黨輪替 國民黨中央也下令禁止藍營小雞 找柯文哲站臺 不讓柯文哲坐享藍營的陸戰資源 藍白正式分手 但藍營反而使其大政 最新民調出爐 一體獨代民調顯示 侯康佩以百分之三十二點五的支持度 緊追在賴消佩之後 只差了百分之二點三 而柯銀佩則被邊緣直勝兩成支持度 而美麗島電子包民調一顯示 侯賴兩人差距直勝百分之零點三 柯文哲再度落駐吊車尾 既然藍白分手 國民黨專員已經下令禁止柯文哲 幫藍營小雞站臺 唯獨這種狀況除外 目前是競爭的 其他的總統候選人或副總統候選人 就不可以來幫我們的站臺 就藍營小雞趕緊處理侯科大黨的看板 要展現藍營團結勢器 國民黨打的是團隊作戰 國民黨已經很清楚下金令狀 沒有謀虎的空間 我們當然要兼閉情業 他的戰場就會越來越少 沒有藍白盒的話 柯市長就是另外一個陣營的候選人 柯文哲常把公開透明掛嘴邊 卻親手撕毀藍白盒協議毫無沉浸 部分區名單也是密室決議 甚至還找財團簽進當副手 外界不禁好奇 柯文哲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儘管民進黨承認激戰選區變多 但國民黨也得搶下60席以上 才有機會力拼國會席次過半 薩喀都局面已經成形 國民黨能否團結一致拼戰 將是政黨輪替的至勝關鍵 藉的西紅綠區國豪 SN小組台北報導 彰化有一處景點舉辦車聚 一百五十多輛跑車齊聚 全場總價值超過五億元 當中有不少是老車 三十年前買一部就要價兩百多萬元 以當時的物價來看 等於是兩棟房子在路上跑 如今多了年代價值 對玩家來說更是珍貴的收藏品 鑰匙發動 跑車低沉 引擎聲頓時吸引全場目光 新舊跑車一字排開 一百五十臺總價值超過五億 相當壯觀 不只新車有看頭 還有許多是老車 外觀內裝全原汁原味呈現 老車一跑三十多年 四十四萬公里 這歲月已經把嬰兒養成大人 一台車代代相傳 愛不釋手 視為珍貴收藏 還有玩家特別從日本排賣會 買回一台有五十一年歷史的古董車 它的馬力事實上以當時來講 快接近三百匹了 當初買是因為喜歡它的線條 很長的車頭 然後短短的車尾 不管是哪個年代的跑車 都有人擁戴 玩家以車會有好幾棟房子 在路上跑 讓民眾大開眼界 記者 陳頌文 陳光人 王山 彰化 採訪報導